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说到徐克导演相信没有人感到陌生了吧 他可以跟冯小刚和陈凯歌这样的大导演齐名 徐克的导演生涯主攻的就是武侠动作片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现在演艺圈没有哪位导演,能够比得上徐克 徐克的导演才华不仅出雷拔萃更是出其不易 他玩的套路,观众往往很难想得到 所以很多观众亲切地把徐克称为徐老怪 这个名字已经跟他很多年了 徐克的导演生涯输出的作品很多 不过在他导演的作品之中,最成功的就是黄飞红系列了 徐克拍黄飞红这个系列的作品 不仅要李连杰红遍全国,也让赵文卓红遍全国 一个系列的作品,让两个武打明星演同一个角色 而且都走上人生的巅峰,演艺圈也只有徐克能做得到 那时候徐克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黄飞红系列也是徐克导演生涯的巅峰 很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电影圈已经步入新时代 徐克依旧还被称为徐老怪 不过尽管徐克导演很拼,可以改编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徐克的导演才华已经用尽了 看过徐克这几年的作品的朋友 你会发现,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如今徐克电影可以说是非常的僵硬 没有了以前的血肉 没有了以前的灵气,用大量的特效 弥补剧情的不足 可是观众还是能分得出作品的好坏 如今特效也难让徐克重返巅峰了 毕竟这不是观众想要的东西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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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